头儿 你找我呀 我上次跟你说的事怎么样了 头儿 我说过了 我写不了 我告诉你 哥呀 现在是我们小清新杂志社 生死存亡的时刻 既然你不想作为 那我就正式通知你 你被开除了 开除 不要这么绝情吧 头儿 不行 除非你按照我的话去做 头儿 我要真这么做 安娜不得杀了我 那你得考虑好了 所谓的友情 和工作机会哪个更重要 那我再考虑一下吧 安娜 对不起你了 但我真的不能失去这个工作 我就随便写点不重要的 我们混过关吧 但愿你魔头能够放过我 你看你写的是什么 全部都是流水账 一点心意都没有 可是我都是按照他俩 真实事件写的呀 没错 艺术来源于生活 可是要高于生活 这么好的题材 全给你糟蹋了 莫总 要不然 要不然你找别人写吧 我不写了 什么意思 你是觉得我除了你以外 找不到另外一个会写字的人了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就是觉得最近压力太大了 我每天写这个跟小偷一样 我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安娜 那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你觉得你对得起我吗 对不起 莫总 那你别生气了 我马上通知财务 跟你结账 什么意思 你 你要开除我吗 不是我要开除你 是你自己不想干了 莫总 我从大学一毕业就跟着您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你怎么能说开除我就开除我呢 说实在的 我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 我非常失望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有机会放在你的面前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抓住她 你陈天跟卢安娜混在一起 你觉得你自己也是卢安娜了是吗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是一个打工仔 你要是没了这份工作 你什么都不是 陈天跟我齐人游天说对不起卢安娜 卢安娜身上发生的这些事 也许成千上万的人身上都在发生着 你有什么对不起她的 你现在告诉我 你因为内疚 我都不想再写下去了 如果有一天 卢安娜问你 你写过吗 你怎么回答她 她会怎么看你 让我写的 你不满意啊 也不是完全不满意 如果你没有一点本事的话 也不会做文学编辑这么多年 我是希望你能够写得更好 你明白吗 如果你没有一点本事的话 你不想做文学编辑这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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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吗 如果你没有一点本事的话 也不会做文学编辑这么多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头儿 您找我有事啊 这次的稿子我看了 非常不错 你就按照这个思路再写下去 好的 不过呢 最好再下一点猛料 掉起读者的胃口 你说 什么猛料 比如女主人 发现自己的未婚夫走了以后 突然之间发现 她怀孕了 这个太狗血了吧 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啊 艺术创作要有想象力 不要拘泥于现实生活 你要放开大胆地去写 写到极致 哥雅 你怎么来那么早啊今天 你怎么这样 又被女模头折磨了 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就来上班了 你猜 我猜不出来 看样子是有好事 我妈同意我搬回去了 真的 太好了 下班早点回去等我 没问题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我才走几天你就犯毛病了 居然把门给我锁了 你不在 我一个人在家住多害怕呀 我跟你说我平时不紧锁门 我还拿那个椅子把门给堵住呢 不要太想我啊 真的好想你 你总算是回来了 你真的是 你刚那个表情不要太假哦 哪儿假 快吃一个 好了 嗯 还不错 哎 哥雅 咱们请个年假出去旅游呗 去哪儿啊 嗯 乌镇 那儿不是正好有那个什么戏剧节吗 我可能去不了 为什么 我手头上有工作 走不开 你不是还有年假吗 我想等年假的时候 回家先看一下 家里人说想我了 我想多陪他们几天 好吧 那你先忙呗 哎 要不然等有年假的时候再说吧 咱们可以周末的时候 有养照片班 一块去爬山呢 行啊 哎呀 算了 再说吧 我回房间收拾收拾 你那房间干净着呢 我总给你收拾 好 你也早点睡啊 快来 拜拜 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干吗呢 怎么大晚上不睡 一个人跑这儿来 我就是在这儿静一静 你先回去吧 我看你今天心事重重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呀 没有 真的没有 爱信不信 信 当然信了 好了 时间不早了 赶紧睡吧 嗯 你先回去睡吧 我想要一个人待会儿 那你也别太晚了 小心梦游的怪叔叔把你给吃了 我先来一个人待会儿 你还能帮着 那往都没有 谢谢观看